从未见过如此牛批的女人 眼瞅着自己的新家已经建成好长一段时间了 可却因为位置比较偏僻 自己提交的住宅通电申请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回复 导致自己在新家居住起来实在是不怎么方便 每到夜晚需要照明的时候 只能点上一两根蜡烛来燃烧照明 这让受够了没有电力的女人 最终还是不打算再等 直接抄起家伙就来到了附近的一处水流 准备自己搭建出一个利用水流发电的电力设施来 女人在连接好几根水管后 就拿着一个自制的井盖 来到了此处的一处出水口 将井盖卡入并用木棍敲击解释 然后再搬来几块石头顶在井盖的外面 如此一番操作过后 再将水管从井盖的圆孔穿套好 一个靠谱的盐水管线就制作好了 不过为了让出口的水流冲击变得更强 女人又在端口涂抹起了胶水 准备安装一个小口径的端头 等端头安装好后 女人就会扛来几根粗木棍 挑好位置后就可以卸入途中 这里 女人是在给放置涡轮机制作一个架子 带用铁丝将涡轮机在架子上捆绑好后 女人没有停歇 紧接着便扯起了地上的线篮 开始朝自己的住所夫起了线篮 为了线路的安全 女人不仅要穿越茂密的树丛 中途还得挑选一些合适的大树 利用树枝树干将电线支撑起一定的高度 甚至为了节省一些线篮成本 女人还得架着竹牌 将线路从湖水中横穿过去 也是十分的不易 由于水面十分的广阔 中途女人还得借助露出水面的土堆 架设起一根长木桩 所谓电线杆 来保证线篮的泥水高度 怎么样 这样的姑娘是不是非常的哇塞 可以的话 请您为姑娘点上一个免费的爱心支持 鼓励一下 万分感谢 到这里就可以尝试将试验线路连接上涡轮机 然后再到出水口将饮水管道重新插入圆孔 看一下是否能够发电成功了 随着女人的逐渐拧紧接入 手中的灯泡也如期的亮了起来 女人按耐住心中的喜悦 紧接着便开始拉紧线篮 尝试着捆绑在木桩的竖刹上 随后再用胶带将线篮与涡轮机的接头处缠紧 就可以再插入几根木桩 定位来一捆长竹子 准备围绕着涡轮机一圈 再构建出一个三角形的栅栗来 接下来还需将沿途的线来收拾柴系坨的 然后再将线路引到房屋 将居所内部的照明系统 一一给安装连接到位 至此所有的修建工作就全部处理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终的成品效果吧 如果让您给女人这次的修建打分 满分十分您又会打几分 欢迎评论留言